本期视频由看甜蜜暴击后被雷点暴击的小汤制作播出 哈喽大家好我是外妹小汤 在追新版流星花园的时候 我心里在默默的期待另一部剧 甜蜜暴击 外妹可以说对她寄予了厚望 游望超越去年的极光之恋 成为今年的土味雷剧之最 结果她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陆寒在里面演了男主角陆小葵 明天我们小天虽然家境贫寒 但依旧能在房价六万亿平的深圳 住得起富士楼房 她勤工俭学 但还是每天都穿阿比达 小天真是我见过最单纯谦虚的人 她是首了得 你们见过林正英的僵尸片吗 这大概就是炸尸的感觉吧 而关小童年的女主角方语 是一个富家千金 她也身首了得 所以这大概是两个弹簧金的爱情故事吧 两个弹簧金的出语是结痒的 这里有一千块 把嘴闭上 我要的不是钱 是公道 我心情也很不好 没时间跟你吵架 不就是有钱吗 有钱就可以这样做吗 这你妈不就是 厨与寻跟慕容云海的姓转吗 就算颠倒性别 这也是八百年前的偶像剧人设和套路了 编剧你是活化石吗 我们的男主角明天 每天穿二级甲送外卖 说了送外卖就是 跑酷上学 她是镇泽大学第一个男学生 入学第一天 大家是八百年没见过男孩子了吗 在课上解了一个小学水平的追击问题 甲队里的追击速度差为一小时四千点 追击时间为四小时 所以我觉得两个车站的相距应该为十六千多 天哪 更不敢相信 正确答案 你开同学 你太优势了 快去课 怎么算让孩子们理解什么叫数学课了 的确有明显的差异 天哪里 这是大学吗 我的智商受到了侮辱 我终于明白陆寒为什么会爱上关小彤了 因为他 当于在一次打架中弄坏了小剑的自行车 愧疚的他决定重新买一辆送给小天 然后他看上了一辆 O.F.O 原来看上O.F.O.就是有眼光的表现 我再也不嫌心理在这里的服装 是我们这些庶民没有眼光 不懂的欣赏 还有小米学姐徒手切了我 请问这是快手广告的植入吗 还有这一段 他们就是正责卫生 是由学校优秀的学生 你脑袋有问题吗 8012了 居然还有这种人设老套剧情傻屌 演员演技还不咋地的烂片 我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 你知道吗 制片人导演编剧版 把这些脑残的剧情热在再而三地搬上屏幕 侮辱观众的智商就别怪我们骂你了 同样是慢改剧 韩剧精密书为什么那样就能制作精良 浮夸的设定改得很合理 人设也很讨喜 就算不说韩国 我们国内也有端脑粉红女郎这种良心的慢改剧 小鹿啊 接这种剧你真的是为爱发电吗 烂剧毁的是你自己的口碑呀 甜蜜暴击 甜蜜只属于鹿官夫妇 留给观众的只剩下暴击了 好啦 今天外妹就说到这里了 喜欢的右上角点拨关注 下次再见 想找外妹玩耍的小可爱 欢迎关注外妹的个人微博